哈尔滨巴肉界的青狮魔王,传言一周要消耗一头猪,隐于闹事,藏于沿街。 经查,来这儿吃的人常年深陷其中,不能自拔。 老板名为祥瑞,据回忆,出生当日,天空一响,紫云遮罩,自此得名。 制作烤灸,共有十七室,上层的巴肉的精彩在于,全肥三层,肉五花,刀法如油龙,适似流水,入锅,以柔克钢。 加入万箱之王,十八箱迷魂散,烈火偏钢,砂锅焖煮期间,只要再加一滴水,均前功尽气。 在三炷香的时间后,糖心肘子,东坡肉,排骨肉,护腥肉,苦肠,大功高成。 今天都没吃,哈尔滨爬肉。 这还没吃,那都迷糊了。 要多浪糊就多浪糊。 计价,等待劲了。 肘子啊,不分意啊。 现在这叫肉盖饭啊。 行。 这火锅拿着,没问题啊。 要多迷糊,有多迷糊啊。 来吧。 喂呀,炖得真烂。 我都吃开了,还是炫吧。 哇。 根本控制不了啊。 没有任何炸子。 打开。 我让你都看这肉。 好点。 沈樱那句话,大口吃肉。 很商劲呢。 这是法尔滨呢。 中午12点,被食客煮一抢食。 老袋进来。 据说,吃一次,全身刚进有力。 吃两次,立即钻天入地。 是。 谢谢大家